他說飛河電是夠用的嘛 他只是說台電把電藏起來 那結果現在很顯然就是 他的為什麼要帶天然機接收站 就是他的飛河家園這一塊 其實基本上不缺電是跳票的 這個議題 可能要對一個林燕機比較的 林燕長的就是說都很跳票 對對對對 但有時候沒辦法說 像萊豬大駕駛 比較了解 這個都很了解 還是什麼一般都是這樣 那你先回答好了 謝榮介我會在 我會在 長焦喔 對 等級八糟 都不太懂 長焦 白公司頭都用這個 真的多的解釋 有有其實它主要是那個 7300年形成的一個 藻礁的一個生態 那對於大自然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就是海洋 非常重要的孕育場 那事實上也是被 那個國際列為一個保育的一個亮點 那但是你要行程可能要7000多年 但是一要毀掉它就一瞬之間嘛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的護藻礁團體就說 這個藻礁生態是一個比較稀少的生態 所以因此不希望說今天為了一個電廠 那個天然氣接收站 然後把這藻礁毀壞掉 而且尤其是民進黨過去講 他們是在保護環保 這一塊一直當作省主牌嘛 所以當初也答應說他們不會去毀壞藻礁 就說要永存藻礁在野的時候 執政第一件事就去把那個藻礁給毀了 所以因此 當然很多的一個保育團體就很反彈嘛 所以現在環保團體就出來發動這個藻礁公投 對對對 我這個這個議題 可能要做一個年紀比較的年長的 就是說都很要接受 對對對 但有時候沒辦法 沒錯沒錯 沒辦法說像萊豬大家是 比較了解 這個都很了解 還是上一關都知道 一般來說 大家對萊豬這個題目會比較有熟悉度啦 因為其實裡面最生活化的題目就是萊豬嘛 對對對 所以此這個題目是最有感的 對對對 那其他題目都會有一點點複雜性 哦 反正就核電的話 大家還能夠了解一點點 對對 你像公投綁大選很多人對那個公投制度 就不一定了解 哦 所以當然要多多做一點宣導 對 謝榮介會來 謝榮介我會再邀他來做那個業術啦 我們後面都是輪流業術這樣子 哈哈哈哈 你不要讓我還要多跑一下 會會會會會會 我會在罷免臨場所 要要要要 那個謝小姐 哦是哦謝小姐 哈哈哈哈哈哈 哦是是是 我們那邊都在罷免臨場所 對對對現在最熱的事情 因為有人問我 我只知道萊豬那個 然後 對 導礁是怎樣是關於到發電有沒有 有沒有跟這個跟那個電力有沒有 然後有他其實主要民進黨的論點就是說 他要蓋天然氣接收站嘛 那就是要增加他們的那個天然氣的那個能源的占比 那因為你如果蓋天然氣電廠的話 其實電廠是一回事 因為天然氣的保存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天然氣體積很大嘛 所以說他需要比較大的一個地方保存 那那我們又不產天然氣 所以都要海運過來 所以他需要一個接收那個天然氣的一個接收站 那就會去破壞很多的海洋的環境 那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有一個有一個攻擊點就是說 當初他們就跟我們講他說 非核電是夠用的嘛 他只是說台電把電藏起來 那結果現在很顯然就是 他的為什麼要蓋天然氣接收站 就是他的非核家園這一塊 其實基本上不缺電是跳票的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說 那另外有一派就認為說 不是反對蓋天然氣接收站 但是你不用蓋在那個地方 對 那你可以蓋在別的地方 那在別的地方可能成本多一點 齊成多一點點 那有人認為說 藻礁是幾千年的事情 那你我現在看成本多一點 齊成多一點 可是你為環保多一點忍耐 其實也是應該的 所以當然這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論辨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說 實際上就是看你要追求長線的環保 還是短線的所謂的那個電力跟能源 那或已經電力跟能源 是不是真的沒有可替代性 那這也是為什麼講 核四這一邊的一個論點 就認為說 你現在來講 比如說你天然氣還是一個 碳排的一個能源 所以此也會增加排碳 那民進黨就定了很多相互矛盾的目標嘛 他就說他現在不斷的這個 他飛河 然後又去擴增那個火力發電廠 然後增加天然氣接收站 那顯然排碳就會一直增加嘛 然後他又要說2050年要碳中和 這兩件事情很顯然就是在欺騙大家啦 你不斷在能源配比上你增加火力的比重 但是你卻告訴我說你要把那個碳中和 要把降低或是把那個碳的那個 不要再增加排碳 這兩件事情是相互矛盾的 對 四個議題可能喔 我是覺得說 對 應該也要深入到一般的社區 有其實我這邊我待 我們這次凱道我還會有個新的計畫 禮拜二會公佈啦 就是說跟跟這件事有關 對 民眾有的 民善的話就比關說 對對對 那個大家就會有 對對對對 那三個很好 我覺得是比較對於一般的民眾 會比較 對對對對 可能就是要可能要深入社區 對對對 不然大家來投這個公投 沒錯沒錯 對對對 對對對 嗯 現在關係啊辛苦了 謝謝加油加油 嘿嘿 加油加油 謝謝